县长李明珍在县应援、简锦贤、简刺盛及旅舟中的陪同下 分别前往草屯三角里、双冬里会看道路改善工程 其中三角里的道路应该区污水下水道管线工程已全部完工 县府将会配合营建署经费在自筹766万元 将道路路面全部重新铺设改善 还给当地居民一个平坦安全的道路 县长李明珍在一元简锦贤、简刺盛以及旅舟中的陪同下 前往草屯三角里会看道路改善工程 县府公务处表示 草屯镇污水下水道系统工程 第一起管线工程、用户接管工程 第一标案范围刚好落在三角里 包括民生路以南、太平路以东、民族路以北 以及新生路以西 此序内的用户接管工程在去年11月动工 今年9月全部完工 为了完善区内道路 县府争取到营建署1229万元 经费进行路面A系跑坡 但因为补助范围未能砍盖全部道路 所以县府支筹766万元 会将范围内的各项道A系路面都重新跑坡 因为我们整个污水标案从103年做主干管工程到现在 已经三四年了 那也最后完成这最后一路就是用户接管标的工程 那整个用户接管标的工程 那它是从去年11月来动工 那我们完成了第一阶段 它已经完成用户的接管 那后续要把道路的复原 因为后续我们污水校的工程是不会再开挖 那也会请在我们刨铺这个道路A系之前 也请管线大会来共同会堪了 尽量在刨铺前来做必要的挖掘 那另外因为影建署它的补助原则 它没办法让道路很完整性的做复原的施工 所以有一些零星的位置需要县府来自筹经费 因为县府自筹经费要负责到766万4324元 这块才能这样的跟中央配合起来 县府跟中央配合起来才有办法达到 整个三角里民众的期许 就是让整个道路做完整性的复原 当地民众也期待下水道完工之后的路面 铺设能够进士完成 让居民交通出入更为便捷 要路面抛掉重新做好最好的事情 以前在做这个工程的时候非常乱 现场的这个意思是说要重新做最好 对地方很好 你觉得这样下去对我们的地方有什么办法吗 当然 欢迎啊 地方欢迎啊 非常整洁这样 林县长一行也前往双东里南坑路 以及山茶巷了解道路破损情形 其中南坑路为当地台14线替代道路 铃铭在社区内移动 在小孩上下雪 多时依赖这条路进出 部分路面破损一积水 林县长会看之后 也同意会拨经费施工改善 总长度约600公尺 工程经费约须140万元 工程经费约顶